216 太陽報 如半基層同暑期活動令參與 2015年7月13日 港文A14 本報信 漫長暑假 孩子拋開書包 放下書本 理應是課如發展所掌 愉快學習的最佳時機 但貧富兒童參加暑期活動的機會卻存在極大差別 一項調查發現 有受訪家長為子女報讀三至四個興趣班及補習班 或參與遊學團增廣見聞 但另一調查刻顯示 如半受訪基層兒童於今年暑假活動令參與 主因與活動費用高昂有關 至於其餘有安排子女參與貨外活動的家庭中 四成七受訪家長只因有資助 此有能力支付活動費用 從則不如重量有政黨上月以問卷訪問近290名小學生家長 結果顯示 最多受訪家長為子女報讀興趣班 佔整體三成五 其次為補習班 共有兩成七 亦有近一成安排孩子參加遊學團 四成三家長花費於子女身上的活動開支 佔每月收入一成以下 佔每月收入兩成則有三成八 另有一成二受訪家長則未有為子女安排暑期活動 主因與經濟問題有關 現金父母不惜大花金錢栽培子女 不過該政黨呼籲家長為子女安排暑假活動及興趣班 使應從則不重量 與其打遊擊樣樣學 不如集中一至兩行 貧富兒童大不同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織於上月至本月期間 以問卷調查方式訪問225個基層家庭 共425名學童 結果顯示 四成六學童獲安排參與課外活動 但當中與七成人所參與的活動僅屬短暫性質 有參與課外活動的兒童中 分別有四成九人及一成五人由社福機構及學校提供 自行安排的僅約一成 亂籍建議 課外活動是為學童的基本需要 政府應增設呼課外活動津貼 並連同書保津貼及綜援以現金方式一併發放 教授作丁至極命吻 其中一個通訊 教授作丁至極命吻